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來到海洋大學濱海校門 對面的新公車後車停 馬上跟學生互動 了解大家對於市府推動的美化後車停政策 感覺如何 以前就是一個公車站 然後沒有任何特色 現在呢 現在就是會讓人有一個科技的感覺 科技還有家的感覺 有還不錯 謝謝市府的溫暖給你們 謝謝 聽說晚上還有跟你知道嗎 有 晚上燈非常漂亮 和平島那個也是 對 和平島那個很亮 真的很亮 這個晚上也很亮 對好 呃 就還不錯啊 而且結合到海洋的部分 海洋 你也發現喔 就那個燈亮起來就是 感覺波刀汹湧啊 後車是這種 德正 德正 為什麼 呃 原本的 乾淨很多 漂亮很多 很正潔 原本的比較老舊 原本 還有 還有一些生鏽 既然有一些生鏽的地方 那現在就 都沒有 然後 然後 同學 你的看法怎麼樣 現在還有椅子可以坐 對 以前的髒髒的就不太敢坐 現在的就是 很漂亮 對 你們有沒有海盜的感覺 有 怎麼說 就 藍色的就很有海洋的味道 波車艇從開始 設計規劃的時候 海大就有參與 我們特別跟副市長有報告 然後 我就從一開始 然後在群組裡面 陳如剛才 呂一座報告的 最認真的就是我們 前副市長 我真的很佩服 對 我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 真的 拿到 在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 身為海大的一份子 我真的覺得 非常高興 也非常感謝 我們基隆市 有這麼好 一位副市長 在我們這邊 來支持跟加持 321之後 我們就要進行 今天公司協力後車庭 啟用接牌儀式囉 來準備倒數 3 2 1 凱陽大學智慧型後車庭 這次參加公司協力 任養後車庭典禮的 包括議長 童子偉秘書 江志強 副議長 楊秀玉 市議員呂美玲 交通處長 王鎮宏 公車處長 楊華中 中正區區長 傅俊生 當地的里長 以及張浩漢議員 跟陳明健議員的秘書 都到場祝福 希望讓民眾 跟學生 有更好的後車環境 副市長邱佩玲 也特別提到 這個公司協力 推動後車庭美化的 一系列計畫 真的很不容易 要感謝所有參與的企業 跟幕後人員 無數次的來回溝通協調 真的很感謝 海大這個地方 其實人流量並不是很高的 那要一個企業來協助 它是要有很大的使命感 跟ESG的概念的 最後選定這個地方 那包括我們的構圖 光圖我們就改了四次 更好玩的是 因為我們在前一座是台序 所以對於中華電信的壓力很大 他們在我們台序記者會的時候 親自來看了 所以最後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這一塊 就是在記者會之後 他們就加上了 希望像金魚的尾巴的感覺 那我覺得 每一個企業 用他們做企業的精神 來讓基隆變得更好 是我們的驕傲 跟我們的榮幸 除了希望有這個海洋 永續ESG的精神以外 我們更希望有提供智慧的服務 裡面包含了像物聯網的防災服務 智慧空車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有進行了相關的Wi-Fi服務 讓學生 不管民眾在這邊 都可以又安全 那又可以進行便利的聯網 也可以隨時歡迎大家打卡上傳 這一座是第四座 那馬上就會有新宇航空跟這個七度的中華郵政的 這個科技是中華店剛剛講得很清楚 用AI結合互聯網 有防災的設備 也是全台灣第一個這樣的智慧型的候車停 更重要的是 金融市政府希望帶給每一個等車的人 有家的感覺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結合一些科技化 我覺得未來的整個城市 是必須要科技 還有整個美學的一個角度 那當然首先這邊還要謝謝我們謝市長 謝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邱副市長 邱大美女 真的我們都滿滿的感動 我們今天在金融市市民 真的很感謝他 而且這樣的科技的結合 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座的 那我們也希望更多的企業來認養 然後讓金融的每一座 公車候車停都成為科技的候車停 市長謝果良帶領市政團隊 這一年半內 已經跟企業合作認養四座公車候車停 其中位在振兵渝港附近的候車停 還被遊客封為最美候車停的打卡熱點 不僅為民眾帶來舒適便利的候車空間 也進而提升了金融城市的知名度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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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